大家好,我们来看一下这支Capital Air Capital Air 它在这边的时候就dead破了这个200天均线 然后弹上去,再试的去 回撤这个200天均线 但是没有人力 突破又弹下来 跌下来之后 也跌破了这一个筹筹筹筹 一跌不可收视 继续往下掉 很惨 然后呢 连这个筹筹筹筹筹志 也跌破了 非常的惨 通常 没有能力突破200点均线 回车失败 又转回来,这个是一个卖出讯号 跌破第一个筹码峰 这个是第二个卖出讯号 跌破第三个筹码峰 这个是第三个卖出讯号 星期五的时候 就出现了一个十字星 多G 抽盘价是0.735 没有继续往下掉 这个十字星 是一个止跌讯号 但是还不是 弹上去的讯号 这个RSI 这边 已经进入了这个 这个超卖的 区 而且可以看到 它已经是有点 有点止跌的讯号 所以这两个十字星加上这个 RSI呢 可以说它已经是止跌了 现在我们再把这个筹码阻力先打开来看 头码阻力先 指着线是0.74 而它的缩盘价是0.735 指着线才是压住这个缩盘价 所以才不是很稳 如果 如果 它有机会 突破 0.74指着线 这个 就是一个 马路讯号 那时候 它的这个RSI应该也是 弹上去的 然后这边 股价应该也是弹上去 开始 弹上去 也就是 直接 回升弹上去的 马路讯号 也就是 回调 买上涨的 讯号 但是这一个呢 有一样东西非常重要的 这个只是做反弹罢了 因为它的股价 还是被这个 灰色线 蓝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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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C 还有这一个 套牢 正在压住它 这些套牢 还要很多时间去洗掉 也就是说 这个最多是做一个小反弹 如果你是要 投机的话 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马路的话 是要预算 要长期持有 要有holding power 如果0.74突破之后 买路 但是过几天 它又跌破 这一个止止线 这个又要止损了 0.73就是它的最后的止损价 这些都是我对CAPITAL AIR的一些个人看法 并没有任何的买卖建议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就在留言区里面打上1 给我知道 如果你想跟我进一步的讨论这个CAPITAL AIR 可以 免费的加入我的这个WhatsApp小组 也可以免费的使用这个筹码主力线 免费的上这个线上课程 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留言区了解详情 现在免费是有限的 可能在2月3月的时候就会 没有了那时候就要开始付费 谢谢大家